由人家轮和狄乐巴主演的古装仙侠剧《恰似故人归》下周就要迎来大结局了 陪伴了大家两个多月,想想心里还是有些不舍 该剧自开播以来,紧凑的剧情,丰满的人物群像和绝美的背景特效 均收获剧粉的一支好评 更上优酷平台风光无限,热度屡创新高 成为了近段时间内的一部现象及爆款过游剧 但不知为何,热度这么高的一部剧在豆瓣开分才5.8 瞬间引发争议 这个分数可以说直接与该剧的火爆程度不成正比 及格分都不到 不少网友都表示低了,太低了 优酷老大哥更是坐不住了 这什么意思啊 我优酷重点关注的电视剧,你直接给我看5.8分 是在说我优酷没有好剧吗 优酷直接发了两张照片 一个离,一个谱,简称离谱 就拿D68与人家轮的演技来说 两位接在角色呈现上给了观众不一样的感觉 演技是绝对有的 前期的基云河一直很强 从不畏惧生死 即便是一直以来都受限于灵谷主 但始终都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买下一座属于自己的仙岛 逃离万花谷,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当基云河变成阿基后 D68的表演方式有了不小的转变 失去记忆的阿基整个人调皮可爱 无忧无虑 D68将阿基身上这份纯真也诠释的淋漓尽致 而任佳伦扮演的长翼也同样是经历了两种人生 前期她是至纯至善的大尾巴鱼 后期她是霸气稳重的北渊尊主长翼 任佳伦将前期的懵懂与后期的狠力 也同样划分得很清楚 将角色轻松拿捏引发共鸣 可以说两位主演技有人气也有演技 剧中其他配角的故事线也是十分明朗 照理说分数应该不会低 网友总结出三个能想到的原因 一个是平台更新太慢 打击了观众追剧热情 第二是主角戏分太少 第三点原因大概就是被黑粉恶意打低分 才会导致现在这个分数 总而言之 追过这部剧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还会给予好评的 不清楚后面该剧评分会不会有所提高 但主角戏分太少这倒是真的 明明是男女主美极出现的时长实在是有点惨淡 云一夫妇的唐太南科 就像长一云和大婚前夜两人圆房的戏分 从官方放出的花絮来看 两个人明明已经拍摄了互动戏 在最终的播放版本中却有一部分被删除了 根据官方放出的花絮来看 两人大婚前坏规矩这场戏 并不是剧版最终呈现出来的那样 而是有甜蜜的前戏的 在花絮中长一抱着云和轻轻将她放在床上 然后温柔而深情地看着她 之后两个人才慢慢稳到了一起 但是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确实太仓促了 在剧中长一和云和简短地亲吻了一下 然后她就把云和抱起放到了床上 然后放下沙满 然后就到了第二天早上了 可以说完全没有原著中唯美的感觉 虽然花絮中也没有如实按照原著来拍 但也不是剧版中这样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吧 季云和和长一大婚前的明场面戏坏规矩 本来是很甜很甜的一场戏 结果片方就给我们看了这 怎么这也该怀悦一下原著中的对话吧 比如长一说 季云和我想坏个规矩 这种吼甜吼甜的话 还有季云和的回应不等了 我季云和从来就是一个喜欢坏规矩的人 这段剧情只看原著的文字描述 就能全程笑得合不拢嘴 如果这段剧情能照搬到剧中 加上人家伦和迪勒巴的演绎 肯定是太养眼 想想就流口水 可惜了 除了这场坏规矩 季云和和长一的吻戏也不够甜 虽然男女主看着有各式各样的吻戏 但其实大同小异 两个人总是贴在一起就定住了 云和缝假衣的时候 长一亲吻上去的时候转了一下头 然后抱上床上翻了一下 就被沙曼挡住的 其他的就是两片嘴唇贴上去不动了 然后就是摄像机360度不停的旋转 纵交珠纹 稳住就定住 除了那道蓝观再闪 感觉男女主就是一副静止的画面 身体上没有互动 甚至头都没有动 小木屋里别吻季云和华泪是很美 但除此之外 连他捧着长一脸的手指都没有动一下 两个人后来在北渊的事实质吻 和输送林立吻 镜头都是很美 但仍然是镜头动人不动 难道叫他们两个的吻戏 再甜一点 互动性再多一点 是不被允许的吗 还有 每次两个人的吻戏时 这光打的 是生怕我们看得太清楚了吗 看看隔壁仙侠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叶华和素素这吻戏拍得够甜吧 抄作业不会吗 其实 在官方放出的云和冯架一 这场吻戏花絮中 两个人还是有铺垫的 但是正片中都给删掉了 男女主互动的戏份被删得太多了 还有继云和和长亿大婚 应该是全剧最甜的戏份了 但关完全城才发现 男女主从头到尾 连一个拥抱都没有 在云和和长亿的大婚花絮中 能看到两个人是有一个拥抱的 但是在正片中再一次被删了 所以确定关系的男女主 在成亲的时候不配抱抱吗 再看看原住中 两个人大婚后的甜蜜互动 金铃和走到长亿身边 轻轻将传亿的身体揽了过来 并说到抱抱 而且一边说 还一边摸了摸长亿的头发 而长亿则抱住了金铃和的腰 她的脸贴在她的肚子上 正是最柔软的地方 也是最温暖的地方 两个人就这么静静相拥 彼此无言 却已胜过了千言万语 到了剧中 两个人就是静静地躺在床上 开始了诀别 看到这些粉丝们也都坐不住了 明明戏是拍了的 到最后一些高光时刻都被剪了 若是因为时常原因 为何不去剪剪配角的戏份呢 大家追剧原本就是冲着两位主演去的 把配角戏份搞那么完整干什么 说到这儿也能理解分数为何这么低了 很多因素造成 既然正片里面看不到这些画面 那希望花絮也可以多来一点吧 希望最后两集内容 剪辑时也别作妖 别整的男女主演跟友情出演似的